如姓男子当时驾驶民营公车沿角速路北向南行驶 前方王姓男子所驾驶是义影车欲在路口左转时 不慎导致庄载的刚够撞骑公车左侧玻璃 所姓公车上无承载乘客并未造成任何伤亡 据了解义影车上货物仪式超长和超宽 若违规事实明确警方将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29条第一项第二款举罚 可属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 详细造势原因仍需深入调查